是结果婚的 然后就是他就是想他说我跟他合适 因为他刚好比我大一岁就不用算 因为我不算呀 我可以不算呀 哪一天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等于是 你的意思是他比你大一岁 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相亲就不用 不用看那些东西是吧 对 但如果说比我大两三岁的话就要看 他就他就跑到我爸爸那里说 他是小孩都有了的 他一直让他一直给我爸爸提亲 我把我一直不同意 因为他小孩都有了的 他 不是我有点乱说 这是什么情况呀 就是就是很简单 就是他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 是因为你比我大三岁 就一定要去算 然后要去算的话 我的生日那一天我又不知道 他就抓住这个事情 他就说那刚好大一岁的话 就不用算 不用算是吧 别听他的 等于是他找你爸爸提亲 然后就是他跟你爸爸说的一个理由 就是他只大一岁不用算是吧 对 然后如果说他知道我是吧 嗯 他知道我的年纪吗 知道 他就说我 不合适 不合适 他上次你忘了吗 上次在这里 就是你来找我 然后我在那里 然后在那里坐着干嘛来着 他就在这里偷偷的看 看了以后 然后他就往这上面走了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就你就我一个老表 他基本上就是总是要到这里来看一下 然后看你在不在这里 就是他呀 他嫌捣乱是吧 然后然后我哥 叔叔阿姨们 叔叔阿姨们那个 我都给我哥哥说的 那个人是不是嫌捣乱呀 我哥哥 我哥哥 我都跟我哥哥说 我说不要让他来 他说 他说那他明天又没办法过来 然后那个猪 我又一个人又搞不定 所以说就让他来 并且他住在这里不远 就三四十分钟 走路过来 啊 叔阿姨们 他是不是嫌捣乱 是嫌捣乱的 你们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嫌捣乱 是的 咱们扣个一好不好 他说的那个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说的有道理 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是吧 他说的这个是有有有一定的道理 是因为我们确实大过一岁以上 就要得你就要得算 叔阿姨们 咱们这个 怎么吧 没有道理 他们说没有道理 他说的 叔阿姨们 那个不知道 赶紧就 金子不要听别人的 不是金子 我问你个事啊 就他说咱们那个年龄不合适 你怎么理解的呢 这个事 因为我也没有 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 本来我们确实是要算的 不然的话 以后会影响很多事情 所以 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那个 小说明珠麻烦吗 不麻烦 其实 这个就我该怎么去 那明天见面再说呗 是吧 那他见我干嘛 他说的 他就问我 你他就让我一定要把你喊过来 他把我喊过来 是吧 一定要让我把你喊过来 然后 然后我还我 我今天我还早上我还给他说的 我说 我说你不用来 我自己就你找邻居来帮忙就行了 然后他说 他说你 他说 他说你哥哥喊我来 他说 他说哥哥喊我来 因为他也喊我哥哥喊哥哥嘛 嗯 他说他说哥喊我来 嗯 我不可能不来 然后他说你那个傻子扶过 我喊起来 他说 他这样用 四川话说的 行 可以 说阿姨们 明天我和他碰一下子 我见一下他 看他是什么意思 好不好 行不行 说阿姨们 我 我反正以前也 听说过要算 就是因为我姐姐相亲的时候 就算就问我姐姐是 嗯 我妈妈在哪一年出生的 生的他 然后是哪一个 如果说要算我的话 我是哪一天生的 是没法算的 知道吧 因为我 我是哪一天生的 我爸爸去上户的时候 给我上户口的时候 我爸爸喝醉了 然后随便写了一个日子 我妈妈也忘记了那一天 所以我连我是哪一天生 是我都不知道 他想打我呀 我长这么大 就我爸打过我 我说 怎么自己没组件呀 没有 今次 他有他们的习俗吧 说阿姨们 那个 我就那什么 咱们就明天 行不行 明天我和那个 他那表哥见一下面 好不好 可不可以 可以的 咱们打个可以 然后我 我要不我还是让他不要来 要不跟他说一下让他不要来 没关系 没关系 要见咱们见一下 我怕到时候他 因为他爱动出口 我怕他对你动出口 那我就教他做人 好吧 行 行 咱们扣个一 是吧 对不对 长这么大还没有说那什么 反正咱们有啥咱们面对 对不对 你们也不用说金子不坚定 他坚定的 找你主导仪器 是吧 对不对 没关系的 这个这种小事 咱们那个和他一起见见面 看他要干嘛 好不好 我觉得 见个面再说 好不好 不让他来 没事的 没事的 你们说叔叔阿姨们 我要不要让他来 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金子刚刚问大家 他说要不要那个 他的表哥来 他刚好就比我大一次 还是99年的 就就因为他 这样跟你爸说了 你爸就发火了 嗯 因为他说 他说话 他给我爸说的 他说 他说你 他说你 他说那三十里 你要把你女儿 找给你那个 那个汉包嘛 他这样子说 汉族说汉族同胞汉包 他说 嗯 然后然后他说 他说他说 你女儿生人是哪一天 你都不晓得 你然后你还要 你如果说 他们两个不合适 后面还要离婚 他说 你还不准把他交给我 然后我爸就说 他说 他说你前面你都没顾好 你还有一点 来想 我女儿找找 之类 就这样说 说也就是 因为他有小孩了吗 嗯 然后你是什么意见 我就想知道 你是什么意见 什么东西 是什么意见 就是你表哥说的这个 你说我嫁给谁吗 就是说 肯定不会嫁给他呀 你说的这个 的确我比你大三岁啊 这个东西 说阿姨们我在 你在什么 尴尬的扣述吗 对 我有点尴尬 小副和他说 我和金智云订婚了 我还没有订婚呀 大三岁正好是吧 不用算生成八字的吗 反正可以不算的呀 这有什么算的呀 可以不算吗 是必须要算的 还是可以不算的呀 可以不算的呀 应该是必须要算的吧 是不是 书发人们 哎呀 哎呀 不要不开心 好好的拉 我有点 小小的 心里边 心里边就有点那种 怎么一个表哥就能 就能去影响到 这些东西呀 啊 可以不算的 主要是他爸爸是我舅舅 不是你亲舅舅呀 但是也说话也比较有分量的呀 在他们家族中 是吧 阿姨们 你们觉得小副难不难 难不难 难得咱们扣个一好吧 或者打个难 啊 我觉得小副好难呀 又来了一个表哥 哈哈哈 有点难 哎呀 可以了 太难了 拉我一下子 拉我一下子 慢点啊 慢点啊 哎呀 哎呀 我觉得我挺难的 怎么就一个表哥就能影响到这个了 以前很小的时候 他刚刚就是 我刚刚成年的时候 他就找我爸 让我爸把我嫁给他 但是我爸嫌弃他 总是爱喝酒 总是爱喝酒 然后就不同意 然后后来他又娶了个媳妇 然后现在 以后 然后又来找我爸 李阿姨说 小父亲在心里是不是不舒服 说点高兴的事 不要提这个事了 好 走吧 叔叔阿姨们 咱们一起帮忙点点赞 好不好 我谈个预约 就是金子明天家里边杀猪 家里边杀猪 然后我们到时候来 看金子家里边杀猪 好不好 行不行 一定要有主见 这些都是小事 这也不难 主要金子 小父是个好小伙 小父也不算什么好小伙 小父呢属于什么 就是说也不是什么好人吧 但是也不坏 就只能这么说 我算不上什么好人 哎呀 叔叔阿姨们 那个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就是我的意思啊 就是咱们要见 咱们就见 没关系的 因为有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面对 你们觉得呢 那叔叔阿姨们 你们支不支持小父呀 支持小父的 咱们打个支持 行不行 可不可以 金子 嗯 嗯 没事 走 干嘛 支持呀 不支持呀 他们不支持 没有让我不高兴呀 没有让我不高兴呀 就是 哎 这个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 哎 没关系 叔阿姨们 我跟你们说个事 是不是 我记得 我好像是不是 拿了 那个相亲的 那个定金了 是吧 啊 是不是有这个事 你们能不能做证呀 你们知道不 知道的 咱们扣个一 那叫他表哥 拿20给我 拿20个W给我 他就 那什么呗 是吧 我意思是我老表 拿20个W给你 你就可以把我 没有啊 他首先要 拿出他的实力过来 拿出他的实力来看 行不行 不然以后金子的幸福怎么办 对不对 叔阿姨们 对吧 你说一两百 你都拿不出来 你去 又凭什么取金子呀 对不对 叔阿姨们 对啊 是吧 你以后 以后你能 要给金子幸福 那你 你连 对不对 懂我意思吧 是吧 对 我刚刚 对 这个方法行 嗯 他们说 叫你别找个二婚的 我傻呀 我傻呀 不是我只是问这个问题是为啥 不是说为什么我不可以 不是说我 我是说为什么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 就是我意思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二婚那怎么 那个顺其志 那个叔叔 他说他拿了20怎么整 那咱们那什么 咱们再 再增加呗 对不对 要比这个咱们就一点都不带怂的 对不对 我给你说那个给我的柚子吃 你出来坐 我出来坐呀 好 对 生然 是哥哥吧 应该 可以呀 我到时候我回成都了 我那个 那什么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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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完蛋了 我和金子的 我和金子的 这个路啊 是走的一路坦涛呀 我也没有心里不舒服 只是说 这种失险啊 不应该是要来 墙墙在金子的身上 因为这个东西 金子只要 我认为说 只要金子喜欢就行 对不对 金子不喜欢 那 对吧 我特别喜欢小孩 你特别喜欢小孩是吧 好事多磨呀 哎呀 明天那什么 对 明天的那个杀猪的 你们可以预约一下 叔叔阿姨们 明天杀猪的预约一下哦 可以预约一下 明天杀猪 我点了 我谈的那个预约啊 叔叔阿姨们 你们到时候 看一下 每次这样太难了 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金吧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 这事应该不应该发生 小夫太难了 没关系 我坚持一下 好不好 为了我以后的 为了叫 那个那句话叫什么 叫尊从本心 对不对 我心里边怎么想的 我就怎么去做 那样的话 不管这个事 结果是什么样的 咱们就 咱们都问心无愧 他们说没有谈 我谈了呀 他们有说没有谈 谈出来了 你们看到了吗 叔阿姨们 金子动摇了吗 我动什么摇 我如果说要动摇 我以前 以前 我就早就 嫁给他了 可能离婚的那个人 就是我了 知道吧 可能离婚的那个人 就是我了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 所以说 我现在我对他 只是你们 是你们说的 叔叔阿姨们 还有富哥说的 说 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一定要给富哥说 对不对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给富哥说 不管是好事 还是大事 都要给富哥一起商量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说过 这样的话 叔叔阿姨们 然后我现在给富哥讲了 你们是不是又在 怪我 就是什么都给富哥说呀 会不会太残 毕竟 没有这个没关系的 猪这个东西就是吃的 对不对 头像点开有预约 没弹出来吗 怎么会呢 再弹一下 我弹了 再弹一下 弹了两次 我这里也没弹出来 弹了两次 我这里也没弹出来 我这儿弹出来了呀 哦 那应该不一样吧 嗯 对弹出来的那个预约 你们可以点一下 叔叔阿姨们 点一下明天 金枝架要杀猪 然后 就是我那个牢表 他可能就要来 知道吗 来就来一遍 冰来降打 水吧 水来吐盐 对不对 叔阿姨们 这个有啥有啥有啥不能见的 咱们见 见一下 见一下看一下是什么什么个情况 好不好 看他那个要来说什么 咱们没关系的 就是咱们也不把别人想的那么坏 好吧 嗯 就是咱们也谦虚一点 就是不是说谁都能 谁都能伴我 谁都能动我 你知道吗 叔阿姨们 表妹 这个是我家里面怎么可能 明天请金枝爸爸来给我们砸起 没事的 这个不用担心 这个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小富能不能把这个事处理好 能的 咱们打个能 好不好 对 世川哪里的 世川省马边遗族自信 金枝要有祖建 为了自己的幸福 要 你怎么昏头了吗 没关系的 我和他见 知道吗 既然来了 人家来帮忙的 对吧 咱们那个也 呃 好好的招待人家 毕竟我也是主人嘛 我算半个主人嘛 对不对 叔阿姨们 呵呵呵 是吧 小富你有金枝和金枝爸爸做后盾 金枝爸爸没法给我做后盾 现在金枝外婆 金枝奶奶给我做后盾 我爸爸他 都没有没有说过我 我和富哥感情之间的事情 知道吧 嗯 对 因为我 我爸爸他 是为什么要同意 为什么要让富哥 就是不会反对 不会生气 富哥来找我呢 是因为 他以前很反对 然后富哥跟他 呃 就是一起承包了那个果园 是是他带着我爸爸去签的盒头 然后呃 我爸爸才 呃 就是富哥才 嗯 你所应该的 就是来找我 知道吧 没什么好怕的 小富先入为主 对 小富 本来小富就是半个主人 怕啥 半个主人 刚刚让你半个主人杀猪 你都不 你都害怕 我杀 主人得杀猪 你还不信 杀不了猪呀 没杀过呀 我教你呀 幸好我们没喜欢金子 你们也喜欢金子呀 帅们 咱们那个 给我的吗 谢谢 嗯 因为他们的规矩挺多的 咱们慢慢的去见招拆招 对吧 现在谁谁还在直播间呀 叔叔阿姨们在的 扣个一好不好 我看一下 他们都在 好多人在呀 有哪些 就是一直都在看金子的 一直都支持我和富哥的 对 在公屏上扣个小一好不好 哇 这么多人在 哇 哇塞好多人呀 叔叔阿姨们 哇 那你们都点了明天的预约了吗 我邀请你们 明天金子架杀猪 然后我邀请你们 明天一定要观看我们的直播 好的 我来谈一下那个 叔叔阿姨们 咱们一起帮忙点点赞呗 点点关注呗 一定要点预约 一定要点预约 出来了吧 早点了呀 希望金子说我只爱富哥 我也希望啊 叔阿姨们 哎呀 点了是吧 对几点开始呀 金子说下午两点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对 胆小啊 没事 到时候应该直播是应该不能对着那个那个啥的 只能避开 到时候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行不行 叔阿姨们 肯定不会让你们看着那个不能看的东西的 对 就是会避开这个的 嗯 我前天看到 直播 我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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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睡着了 呵呵 金子应该表态呀 不用金子表态 我心里边 叔叔阿姨们和我都知道金子心里边是怎么想的对不对 啊 表态 要表什么态呀 叔叔阿姨们 金子要表什么态 你们说我听你们的 要我表什么样子的态 然后你们说我都听你们的 我很听叔叔阿姨们的话的 对 不想听表哥的话 两情相悦 你们知道他们家里人不清楚 看不到吗 嗯 会不会是这个预约有影响呀 不知道 应该不是吧 你说爱副歌 你说爱副歌 说什么 你们说啥 你们说啥 我看一下屏幕上 这个表哥是 表哥是不能要的 你爱小福 爱 表态 你们说的让我表态 还是说教我说话呀 你们在教我说话 还是说让我表态呀 就表态就是说我的一个态度 就遇到这个事情的态度 我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说真的叔叔阿姨们 咱们也别叫金姿来表态了 好不好 那个 等春节 我们汉族年春节的时候 我带金姿去见完我妈妈再说吧 好吧 因为 这个9981烂 才刚刚开始呢 等他把金姿这边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处理好了 才再说我妈那的事吧 好不好 因为